今天用蒸烤箱教大家做脆皮五花肉 表皮嘎嘣脆肉巨香 肥肉的油脂都烤出来了 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口感层次丰富 一口一块回味无穷 家里有蒸烤箱的快来试试吧 洗净的五花肉用刀把表面皮脂刮干净 打肉切平整 尾部划成小块 不要切断 切成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腌料 倒入25毫升料酒 25毫升生抽 5毫升老抽 适量椒盐粉 胡椒粉 花椒粉 五香粉 一勺盐 辣椒粉 烧烤酱 15克辣椒面 搅拌均匀 加入适量自然 继续搅拌 用刷子蘸酱均匀的涂抹在五花肉上 分析里也要涂抹均匀 涂抹完成后装进碗里 把剩余的酱汁倒进去腌制20分钟 腌制完成后 用厨房纸把多余的酱汁擦干净 用猪皮插 在猪皮上均匀的扎小孔 用锡纸把五花肉包起来 猪皮朝上露出来 抹上一层白醋 撒上一层盐 放入蒸烤箱中 选择顶部热功模式 180度烤40分钟 40分钟后取出 敲掉猪皮上的盐 再刷一层白醋 放入蒸烤箱中 选择顶部的蜂膜是200度 继续烤20分钟 20分钟后脆皮五花肉就烤好了 脚皮烤得酥脆无比 将五花肉切成小块 撒上自然粉 盖上辣椒面 就可以开吃了 鲜嫩多汁的肉质 枣皮焦香酥脆 肥而不腻 切成小块很好入口 要一口咯吱咯吱的太香了 沾上辣椒面 用生菜包着吃更好吃了 快来试试吧 沾上辣椒面